Hell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设备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 那今天这一集 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奶精 你喝咖啡的时候会习惯加奶精吗? 在台湾,我们喝到奶精的机会其实很多 除了喝咖啡的时候会加奶精 很多手摇饮料店的奶茶、珍奶 也都是用奶精粉冲泡而成的饮料 不过一直以来 奶精的名声都不太好 有一些人说奶精是一种夹奶 根本不含任何牛奶成分,超级不健康 甚至还有不少人质疑 喝完早餐店的奶茶会拉肚子 都是奶精的错 那我们就很好奇 如果奶精没有奶 那它到底是用什么做成的呢? 奶精真的很不健康吗? 喝完大冰奶就会跑厕所 又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饮料当中的神秘配方奶精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买了iPad想要增进学习跟工作的效率 却总是被虚拟键盘 拖累打字的速度吗? 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 千万不要错过Shopaholic的 透明蓝牙键盘 它可以记忆三种不同装置 还支援Mac、Windows、Android 等等的多种系统 所以无论你是写稿还是做笔记 都可以随时在手机、平板 还有笔电之间无缝切换 另外,它的重量只有240克 比常见的巧控键盘 还减轻了60%的重量 让你随身携带没有负担 再加上它透明的外观 以及可调式的七彩RGB呼吸气本灯 让你可以打造专属的个人风格 目前,这个颜值超高的透明蓝牙键盘 正在一起剁手集资选物电商 独家贩卖当中 目前预购中售价2380元 结账输入专属的折扣码刹刹77 再折600只要1780元 另外,一起剁手平台上面 也还有其他海内外人气集资商品 7月底前,全管消费满2000,加码再享免运 推荐有兴趣的大家,赶快点击连结去看看吧! 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题吧! 首先,让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奶精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呢? 其实,市售的奶精主要分成了 粉末状和液体状的两种 而液体状的又常常会被做成像是奶精球、奶油球 也就是我们喝咖啡 吃茶凍的时候会淋着搭配的那种 那虽然说,不同厂牌的奶精配方多少有点差异 但是摊开成分表来看 奶精大致上都会含有植物油、玉米糖浆 乳化剂、柠檬酸钠等等的成分 而其中植物油是最主要的成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需要加入乳化剂 来让不相容的油跟水互相混合 形成稳定、浓稠状的乳化状态 另外,有的食品业者还会增加食用色素 让奶精的色泽更接近奶油色 又或是加入各种香料来增加风味之类的 等等,但是刚刚讲的成分好像都没有奶 所以奶精的奶去哪里了? 难道奶精里面完全没有乳制品吗? 其实还是有些业者会为了增添风味或其他的考量 在奶精里面加入脱脂奶粉之类的乳制品 所以说,奶精一定都没有牛奶成分 可能也不太正确 不过市面上确实有大比例的奶精产品 是没有添加任何乳制品的 又或者虽然有加,但也只加了一咪咪而已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制作奶精、乳制品并不是必备的材料 而在过去,不管乳制品在成分里面占比多少 还是根本不含乳 这些产品都可以叫做奶精 没有分得这么细 也让消费者常常搞不懂自己喝下去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为了避免奶精这个名字骗很大 从2017年开始 食药署就针对市售的奶精产品 寄出了相关的规定 只有在原料当中 牛乳、乳粉的重量有超过一半的产品 才能够大大方方的说自己是奶精 那假如成分当中有牛乳或是奶粉 但含乳量低于50%的话 就要在包装上面标示为非乳、奶为主 至于那些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牛乳乳粉的奶精 也必须要加注不含乳奶 所以标注的字体都必须要跟奶精的品名大小一致 让消费者可以明确的分辨出 他们买的奶精到底有没有加牛奶 所以下次 如果你有机会使用到奶精 也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商品标示上面的资讯 好的 那在讲完了奶精的主要成分之后 下一个问题就是 所以喝奶精真的很伤身体吗? 假如你去网路搜寻奶精健不健康 很可能你会看到很多人说 奶精里面含有不少的反式脂肪 会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 那说到会有反式脂肪 是因为奶精的主要成分是植物油 而为了让植物油 可以在室温下面使用更加的稳定 厂商在制作奶精的时候 会把植物油部分氢化 这种部分氢化过的油脂 就很容易产生人工的反式脂肪 而人工的反式脂肪 跟天然的反式脂肪比起来 确实多了很多健康方面的疑虑 研究证实人只要每天 摄取少量的人工反式脂肪 就会提高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而另外人工反式脂肪 也跟不孕、失智、乳癌 或者是糖尿病等等的疾病 都有关联 对人体潜在的危害非常多 所以为了避免民众摄取 过多的人工反式脂肪 从2018年开始 食药署就颁布了公告 禁止食品业者 使用部分氢化植物油作为原料 因此现在的奶精 大多都已经调整配方 采用像是椰子油这种稳定性 更高的油品当作原料 去除反式脂肪带来的危害 所以简单来说 目前合法的奶精产品 其实已经很少有反式脂肪了 但网路上面的资料 有些都是很久以前留下来的 还没有完全更新 容易造成大家的误解 虽然话是这样讲 但这也不代表 喝奶精就超越健康 完全没有风险 首先 虽然政府有名闻的规范 奶精不可以使用部分氢化的植物油 但流通在市面上面的奶精产品 是不是每一种都有经过严格的把关 可能还是有点疑虑 而另外 撇除反式脂肪的问题 奶精还是有很多对健康不好的地方 如果我们拿奶精跟牛奶来比较的话 牛奶富含丰富的矿物质跟维生素 像是钙质维生素 A维生素D等等 但这些营养成分 在奶精里面的含量都非常的低 甚至完全找不到 你可以说 奶精几乎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而且奶精的主要成分 是植物油跟玉米糖浆之类的 不只含有大量的脂肪 热量也远远的高于鲜奶 会对身体造成不小的负担 所以营养师建议 平常你还是把奶精当作是一种调味品就好 能够少吃就尽量的少吃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奶精的简单介绍 至于接下来 我们就要花多一点点的篇幅来讨论一下 台湾人都一定听过的都市传说 早餐店的大冰奶 为什么每次喝都会拉肚子 难道都是奶精害的吗 其实大冰奶等于泄药的这件事情 不只是都市传说 它的背后也是有科学根据的 之前食药署就有解释 大冰奶之所以害人拉肚子 跟它的三大元素 冰奶茶都有关系 首先在冰的部分 食药署指出 我们在一大早刚起床的时候 身体的各个器官 其实都还在慢慢苏醒的过程 这个时候 如果突然喝下冰凉的饮料 很容易会自己肠胃 导致肚子不舒服 再来是奶的部分 很多早餐店都是用奶精来泡奶茶 那就像刚刚前面讲到的 奶精的成分主要是植物油 所以说奶精奶茶 基本上就是用油泡的茶 含有大量的脂肪 对于肠胃来说 太过油腻也很难消化 另外 即使你喝的是用鲜奶泡的饮料 或是含有奶粉的奶精 还是有可能会拉肚子 因为在台湾 有高了九成的民众 都有所谓的乳糖不耐症 当你的身体 无法顺利的吸收牛奶当中的乳糖 就会导致腹痛腹泻的问题 最后则是茶的部分 茶叶里面 富含有大量的丹宁酸 而丹宁酸 很容易跟鲜奶当中的蛋白质 凝结成块 这同样也会让肠胃不太好吸收 甚至会造成长脚痛的状况 所以总结来说 会害你跑厕所的原因 可能不只是奶精而已 冰、奶、茶 这三个元素 都各自贡献了一点 而这因素叠大起来 就让早餐大冰奶 变成了传说级的血腰 节目的最后 也想要来聊聊 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虽然很多人不太确定 奶精到底是什么做的 但普遍都知道 常喝奶精 好像对身体不太好 不过 即使知道奶精有健康的疑虑 但喜欢奶精的人 还是超级多 之前我们就有看到 爱喝手要饮的人 在社群平台上面 赞成了鲜奶派 跟奶精派两大势力 其中鲜奶派觉得 牛奶毕竟还是健康一点点 平常愿意多花个5块10块 购买用鲜奶调制的饮料 但支持奶精派的人却觉得 你都要喝手要饮了 当然还是要以好喝 够爽为主 尤其奶精浓郁的香气跟口感 真的是一般鲜奶 难以超越的风味 而另外 有些人之所以是奶精派 是因为他们本身 会对于鲜奶过敏 或是有吃全素的需求 所以平常也只能喝奶精 所以总结来说 虽然奶精不是很健康 但整个市场对于奶精的需求 还是非常旺盛的 那我们觉得 这些内容也不是要 刻意的妖魔化奶精 而希望透过这些资讯 让你更认识奶精 了解它背后有哪些健康风险 那我们觉得 就像吃炸物 吃甜食一样 只有充分的认知 在自行的酌量摄取 会比较好 另外 我们也在EP114 讨论过一个味精的故事 你一定听过长辈说 什么吃味精会致癌 吃太多味精会掉头发的说法 但你知道吗 味精曾经被认为 是很健康的调味料 甚至是家家户户必备 最炒的厨房圣品 那后来为什么 它会跌落神残 变成被嫌弃到死的 致癌添加物呢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感兴趣 很欢迎你听听EP114 我们会把连接放在资讯栏 好的 那我们今天关于奶精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先按下追踪跟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一期奶精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 在Apple Podcast 什么的下午请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